好消息要告诉林口地区的学生 因为区公所要把这个巴黎垃圾场的回馈金编入到预算里面 同时这个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短 预计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就要把这笔奖助学金呢 送到学生们的手中算是另外一种耶诞节的好礼物 为鼓励学生阅读学习 林口区公所经新北市政府同意 特别运用巴黎垃圾场回馈金编列预算 将于12月25号耶诞节前发放就学教育奖助金 对领取的同学来说也算是种另类的耶诞礼物 今年特别运用巴黎垃圾场的回馈金 来颁发就学奖助学金 给每位国中以及国小的小朋友 为了鼓励在地就学高中的部分 那就仅限在这个我们林口高中 而且必须涉及在林口区的这个高中生才有 这次发放的对象现涉及在林口的各公立高中 国中及国小学生 高中及国中学生每名1000元 国小学生每名500元 由各学校于圣诞节前发放 社会学生共计1951人 我们希望同学拿到这一笔奖助金的时候 能够发挥他的功能 那去购买当然需要的这一个书籍也好 文具也好 那当然我们更鼓励小朋友们把它拿来做爱心 因为我们希望用这个机会 培养小孩子的这一个用钱的这个观念 市长林耀常表示 希望学生们能妥善运用这一笔奖助金 购买有需要的文具书籍 并培养正确的用钱观念 更建议同学为因应未来国际地球村的时代来临 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培养第二种语文能力 并透过阅读累积知识 以提升社会竞争力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